上次给大家推荐的酸奶配莓果感觉如何 有试过吗 这一次啊 那就继续给大家看一下有什么又好吃又健康的小零食 我们一起去看吧 之前推荐了生的大鲜 然后那就也附上了什么烤 有的人说那就我家里面有烤箱 或者说那就我懒得烤怎么办 这个不加盐的MIX混合坚果非常棒 首先呢它不加盐 拿大喊的要吃肉肉就会很低 其次呢 它可以适合让很多很多喜欢不同建国的人尝试哦 有的人说我喜欢花生 有的人喜欢开辛苦 那这里面全都有 不是为一个很好的选择 看看啦 哎 今天又有一个牛肉干了 那这个牛肉干跟上次不一样的最大特色点是 它是小包装 看到没 很方便携带也适合那些上班族当年吃 然后成分也是很简单 补充蛋白质的非常好的来源哦 推荐 有的人说 那就我就是巧皮粉 我的零食只喜欢吃巧皮 怎么办 这个就能满足你 对 它是非常 里面配了杏仁和海盐 相对来说会健康一点 然后呢 它里面也是一小块一小块的 也很方便控制你的整个吃的量 所以还是很推荐哦 这个白色的花菜也能做成干 是不是觉得好新奇 之前有听说用白色花菜做成米的 那这个是用白色花菜做成干 然后成分也是很简单 应该也是脆脆的 我是没有吃过啦 不过 看成分应该还不错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看哦 本期的毫无推荐感觉如何 Costco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东西 值得推荐给大家 只是呢 那就有没有试过 所以呢 也不敢乱推荐 那如果大家有试过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我看到的话 应该会下次 请大家去试试看 好了 拜拜